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已经做了牧师头 牧师头 你来考做牧师 我这么好意思 所以他想 我的这个老师也已经快要退休年龄了 还没有按目 给他一个简单的题目 让他过关算了 所以就给他一个题目 只要一个题目罢了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 很简单 那个人想 到底有恩能报 不错这个修生 给我这么简单的题目 他说 第一个王是扫罗 好 可以了 几个人就走了 不就他跑回来 他说 我忘记了 后来他改名叫做保罗 他想来想去 我回答得不完整吧 所以他跑回来快快 他就快快地打 我再加一句 后来他半路上见到耶稣 以后就改名叫做保罗就是那个 又再不过关 他就留下了一件好笑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这里一讲你们都笑了 我们对神的回应也是如此 我们对上帝发怒吗 你不满意上帝吗 每一次你对神的不满意 就显明你的欲美 每一次你对神的反抗 就显明你的肤浅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对上帝的怒气 是没有价值的